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欢瑞为杨子的顶流之路出了多少例? 杨子跟欢瑞合约到期,一片祥和,互相感谢了一番, 杨子离开欢瑞,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这好像是个很好的结局。 欢瑞的实力不足以支撑杨子,杨子肯定会选择离开, 而欢瑞大度地表示祝福,也为以后留下了合作的机会。 在杨子和欢瑞合约到期后,还有一条消息比较惹人注目, 就是欢瑞股价暴跌近4%。 这条消息同样证明了杨子的重要性,一解的离开,对公司肯定是损失, 因为杨子不只是欢瑞的摇钱术,更负责带新人,还有救场的作用。 杨子甘愿就场沉香如蟹开始,就足见他对欢瑞的情深义重, 毕竟杨子成为顶流,也多亏了欢瑞。 熟悉杨子的人都清楚,杨子同兴出身,国民度,路人员还有演技是他最大的优势, 而他的劣势也很明显,杨子也不止一次提过,那就是他不够漂亮。 显然,按照杨子的资质,圈内人都觉得他适合走轻衣路线, 可杨子大学毕业后,正好是流量开启的时代, 从小就在娱乐圈的杨子,肯定是不情愿走轻衣路线的, 那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走流量路线。 想走流量路线,就要选一个合适的公司, 因为杨子的前几家公司都是把他按照轻衣路线来培养的, 从10年签约华裔到14年签约完美见信, 从战长沙到大央歌,都是证据。 想走流量之路的杨子签约了盛产流量剧的欢瑞, 欢瑞与流量可谓是渊源颇深, 为了捧出李义峰,欢瑞特地请来了杨幂出演《古剑传奇》, 所以在捧流量这条路上,欢瑞是尽心尽力。 杨子15年签约欢瑞,那时候的李义峰已经是顶留了, 为了捧出杨子,欢瑞给了他四部制作, 其中欢瑞最看好的是《青云志》,由李义峰做男主, 他和赵丽颖出演《双女主》,标准的暴剧标配, 欢瑞也希望杨子因此爆红。 可惜,这部剧反响一般, 其余的《龙珠传奇》,《白蛇传说》也一般, 可是有一部杨子没想到的剧却火了欢乐颂。 当年欢乐颂爆了, 可惜杨子却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, 第一是,他不是主演, 第二,他认为这部剧没有古偶的优势。 可就是他的没想到, 让欢乐颂为他的事业续了一下血, 紧接着,娱乐圈迎来了影视寒冬。 影视寒冬后,很难出大暴剧, 而杨子就抓住了这个机会, 先后通过香蜜和亲爱的,热爱的走红, 在没有竞争剧的情况下, 杨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流量之路, 也成为了欢瑞的摇钱树。 杨子成为顶流, 虽然欢乐颂是郑武的剧亲爱的热爱的出品, 方也不是欢瑞, 可也少不了欢瑞拼命帮他拉的资源, 因为在李一峰走后, 欢瑞急需一个顶流来撑门面, 捧出杨子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幸好, 杨子也足够争气, 成为了顶流。 虽然很多粉丝说欢瑞对不起杨子, 可,那毕竟是杨子走红之后了, 以欢瑞的硬件实力是跟不上杨子的, 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。 欢瑞是盛产流量剧, 流量成为顶流后, 势必要转型, 需要更高的平台, 这时候, 再让盛产流量剧的欢瑞拿出优质的证据资源, 满足一人的转型条件,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, 因为, 从一开始, 公司的格局已经定了。 可以这样说, 就算公司拼尽全力拿出最好的资源, 他在大平台大公司面前, 还是一般, 显然与艺人的发展是不匹配的。 可话说回来, 欢瑞在捧杨子成为顶流时, 他是不留余力的, 给他砸了四部制作, 让一哥李易峰来跟他合作, 还帮他牵线了正午, 也放他外出拍戏, 这其中很多很多, 都成全了杨子的顶流之路。 当然, 欢瑞捧杨子也是为了钱, 杨子在成为顶流后确实帮欢瑞挣了不少钱, 有人说欢瑞20%的收益都是靠杨子, 这是双相互利的事。 既然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, 合作结束也是必然的了, 欢瑞会继续捧下一个异解, 杨子也会有更好的发展。 和平分手, 是因为杨子不忘欢瑞把他捧成顶流, 欢瑞也不忘杨子给他撑起的门面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 充满活力。